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抖音上有个很火的短视频 一个人跟兄弟借钱 时候不还 于是问兄弟 我能不能不还 兄弟说 能 这个人脸一下子就红了 被打的 当然 这只是个段子 一笑之余 却让人细思恐极 生活中 总有那么一些人 做出让人无法接受的行为 却想单凭几个字就相安无事 你做错事后 说句对不起 我就原谅你 结局皆大欢喜 听上去非常合理 可道歉真的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不计较 不代表忘记 表哥曾在一次家宴上讲过他的故事 出入职场 在谈一笔重要的单子时 他被对方要求联合十杯酒 对方说 联合十杯就签合同 表哥硬着头皮喝完十杯 未出血 被送至医院抢救 得到的结果却是 年轻人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要谈也是你们老板来谈 哪轮得到你喝啊 两年后 表哥升职做主管 在招标会上重遇此人 对方满脸堆笑给表哥敬酒 老弟呀 当初多有得罪 别往心里去 我先自罚三杯 表哥不动声色地回敬对方 没有您当初的提点 也就没有现在的我 只是那时我落下胃溃疡的毛病 现在喝不了太多酒 这合同呀 您还是得找其他能喝十杯的人来签咯 我笑着问表哥 这不是你的风格呀 从小你就是个不爱计较的人 是啊 但不代表我会忘记当初的戏弄 表哥回答 我可以不计前嫌 但不能不计前嫌 不是所有的伤害 都可以在被抚平后 换来风平浪静 我们能在无法摆脱的阴影里 努力让阳光照进来 不代表我们会委屈自己 去原谅别人 不想浪费时间去报复伤害过我的人 不等于释怀 我可以不像你伤害我一样 去伤害你 这已经是能做到最大的宽容 但是 我不会忘记曾经的一切 不是每次犯错 都有被原谅的余地 既然你选择了犯错 最终承担后果的 只能是你自己 对不起 无法抵消心头之痛 岳云鹏在一次采访中 讲述了他15岁 在餐厅打工的心酸 有一次他不小心写错单句 但是顾客一直不依不饶 虽然他一再道歉 一再说赔钱 可那位顾客 扔在餐厅的大堂 用最恶劣的字眼 辱骂他三个小时 说着说着 岳云鹏哭了 主持人问他 你现在是不是 已经原谅他了 岳云鹏愣了一下说 没有 我知道在这个场合 我应该说 我放下了 但我要说 没有 我永远记得 他们对我做的事情 我特别恨他 看完这段采访 我打心里觉得 小月月做得对 这个世界有太多人 总要让受伤的人 学会原谅 可你不是我 又怎懂我当初的 彷徨 无助 以及千疮百孔 人心都是肉掌的 那些直击内心的枪林淡雨 无法只用一句抱歉 就轻易释怀 生在黑暗的人 即使有一天来到光明 也会永远记得 黑暗里的痛 我做不到心无界地 若无其事 世人 总得为自己的错误 付出代价 有一个人 他的母亲贵为公主 父亲战功赫赫 他更是才华横溢 文物双全 是精灵帝都 最耀眼 最明亮的少年 然而十九岁那年 他不仅家破人亡 还武功尽失 身重剧毒 病骨之理 他就是狼牙榜里的 梅肠苏 当他找到罪魁祸首 梁王对峙时 梁王跪下请求原谅 你要相信 朕是受了小人的蒙骗 林谢辅佐朕十年 你的母亲静阳 更是朕的亲妹妹啊 朕抱过你 带你骑过马 陪着你 放过风筝 你记得吗 梅肠苏听到梁王的话后 被曾经的回忆戳中了内心 眼中不禁饱含泪水 然而那些改头换面 忍辱负重的日子 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他 所承受的一切 屈辱和仇恨 不断在他的心中激荡 几秒钟后 梅肠苏收拾好脸上悲伤的表情 头也不悔地离开了 他用自己的行动 给梁王最后的答案 原谅这件事 靠的不是心软 也不是情感的羁绊 无关你痛痒的忏悔 无法抵消我承受的痛苦 很多人道歉 不是在说对不起 只是为了逃避责任 有些破洞 可以用东西填补 真正的伤痕 却不会在岁月中消失 而是在时光的磨练中 更加显著 很多时候 人们无法做到原谅 因为那些造成的伤痛 始终都在 所以犯错者 没有资格被原谅 就像爱情公寓里 胡一飞说的 原谅你 那是上帝的事情 我的任务 就是送你去见上帝 道歉 是你的本分 原谅 不是我的义务 在马南波杰克里 赫布对波杰克来说 一师一友 在波杰克最艰难的时候 赫布对他不离不弃 一直支持他 可就在他们合作的节目 获得巨大成功时 赫布的特殊身份曝光 影响了节目的收视率 高层决定开除赫布 观众嫌弃他 同时不理解他 家人不接受他 而在赫布的心里 只要波杰克能懂他 就够了 但波杰克为了自己的前途 最终还是选择保持沉默 此后 两人再没见过面 后来 赫布身患癌症 波杰克过不了内心 那道坎儿 便去探望他 并真诚道歉 赫布 对不起 赫布却说 你可以向我道歉 但我也可以选择不原谅 如果你的道歉 只是为了让你自己好过 而不是真心诚意的 觉得你错了 那么我也不会原谅你 因为从来没有人 这么规定过 道歉 道歉 就一定会得到宽恕 前段时间 张绍涵在吐槽大会上也说 不会原谅 伤害 就是伤害 赫布和张绍涵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凭什么你道歉了 我就要原谅你 我们从小被教育 知错能改 就是好孩子 于是人们总是顺其自然地认为 道歉就应该得到原谅 对不起 就可以让王室烟消云散 可是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什么 强制别人接受道歉 剥夺他们自我表达情感的权利 这难道不是另一种伤害吗 对不起 原谅不是我的义务 不是所有的错误 都可以被原谅 也不是所有的失去 都可以再回来 这世上 没有一个人 能对另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 伤痛的感觉 会随着时间成长 每碰一次 就疼一分 不是每句对不起 都能换来没关系 我们能做的 就是尽量不要去伤害别人 你的善良 自有力量 很高防 在祈禮的症中 层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